不給糖就搗蛋 喊出不給糖就搗蛋的口號 小朋友在家長帶領之下 排牆一整列 走到老街的店家裡面討糖果 鬥氣的造型讓店員大喊 真的好可愛 昨天下午淡水的網路親子社團 舉辦了萬聖節便裝遊行活動 除了帶著小朋友到中正路 來盛裝遊行 更帶著他們來到了 重建街的創意市集 我們帶大朋友小朋友來這邊 就是萬聖節討糖 搗蛋遊街 那這個形式比較不一樣 然後小朋友都滿開心的 因為他們就可以不給糖就搗蛋 然後就是很開心的大聲喊出去 然後拿到滿滿的糖果 然後他們就好開心啊 不只是小朋友造型可愛 就連攤主們也精心打扮 也來迎接這群小小的貴客 整個重建街充滿了萬聖節的氣息 也讓遊客直呼真的是相當特別 頻頻拿起相機來拍照 就是在淡水Baby Bowl 知道這個活動 對 然後覺得很新奇 第一次參加 那可以跟小朋友一起手做這個面具 那覺得很好玩 然後很有親子的互動的關係這樣子 今天啊 今天配合這個萬聖節的活動 所以我們在這裡 順便也順應這個節氣 所以做個裝扮這樣子 很可愛 那是什麼小香菇啊 主辦單位表示 萬聖節的活動從去年開始舉辦 而今年更是跟重建街創意市集合作 希望讓家長們 你都可以認識這條淡水真正的老街 跟老街上充滿創意的活動 而這群活潑的小朋友 也為整個創意市集增添了不一樣的歡樂氣息 記得陳柏惟 淡水採訪報導 好 好 比起